之前的徐明 之前的王建宁比许家印牛逼多了 是吧 为什么后来又出了一个所谓的许家印 就是因为他棒上了所谓的这个 徐远平 是吧 通过足球 这些一里边边你们看到的 没有一样是正常的商业行为 市场行为 你们刚才听见的所有的七哥讲的 曾维啊 戴永格啊 其实还有曾静怀不一样吗 这个曾宝宝都一样了 你们知道他做房地上 那曾静怀他老婆开广告公司的 徐明在那儿投广告 我们都替他拍过 去那儿都要弄个棚子拍啊 树钢门窗啊 你们见过他拨过吗 就是送钱 老百姓知道干屁 拿着贷款当利润都是你老百姓的 没有一样是他们通过市场挣来的